来 吃点 他饿了 可以到河里洗澡啊 走啊 这么热的天 你不会游泳吗 怕什么 游泳你就不会 不会游泳 等下我淹水了 溺水了 你救我 要不然明天去买个游泳圈回来 买个汽水那个人叉啊 好吧 把汽车那个轮胎也行 汽车那个大轮胎也可以 现在那个 马上可以约那个空木下来吧 没有啊 还要过7天吧 你烤白烤火了以后就可以买车了 我哪里有钱买车 买个 你能不能开啊 那怎么还不用不买啊 买起来练练手啊 不买好好一点 今后肯定不用不用买车了 不买车 买起摩托车 也不用急摩托车 你看嘛 原来有那个共享搭车是不是 嗯 现在又有那个共享那个什么 电瓶车了 电瓶车了 那再过一段时间 肯定就是这共享汽车了嘛 哦 共享汽车 对啊 肯定会有的啊 今后啊 那还等几年了 应该不会的 这就是 你想开到哪里 扫个马 还要知道你坐在哪里 是不是 现在都很虚正的 嗯 你想 你不想住了 你就放在哪里又扫马 放到那里就可以了 肯定可以了 嗯 是不是 其实那一只肯定还好一点 对啊 你看嘛 到这个共享汽那个 这个 电瓶车一过 又共享汽车出来了 对不对 是啊 所以买不买车都 都可以 哪个不方便吧 不方便的呀 哪个不方便呀 那你那个 如果要 拉一点什么东西呢 可不可以拉的 共享汽车应该也可以拉的吧 我哪知道可不可以拉 那我也不懂 那可以拉的吧 假如好像你去租一家车一样 那你去哪里 他不是很便宜吗 租一家车 一天几十块 还有几块 好像租一样啊 他不是用完就还了 应该也可以租脚一点的嘛 假如说 我今天烧马 做个两天三天 我不做了又还回去就行了嘛 那还回去 你还要把里面弄干净啊 不会的吧 最后那打鞋 你坐哪里 会放到哪里的嘛 那你那个汽车 如果你拉东西的话 拉的那些东西很脏的 那怎么办 你不弄干净 那你搞得很脏 肯定要帮你洗干净嘛 那不是哦 哪个小车会搞很脏啊 你怎么可能等一下 装装大份 你也拉你去嘛 是不是你也去干嘛 那如果我有需要呢 还是自己买一辆车好一点 想拉什么拉什么 也不知道 不要定时清理 说到时候 好像共产摘车的样子 随便一坐着溜就走了 哎 不过自由 还是没有这么方便 啊 还是自己买一辆好一点 好那你努力努力去解 哦 走煮饭吃